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治平安中国梦 进行关注社会与法频道 平安中国2014 法律的阳光温暖社会每个角落 帮助弱者保持公平和维护正义 法律的权威原则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绝对相信法律的威廉 相信法律的公认 晚上八点 尹学林像往常一样来到车间准备值夜班 尹学林是大连市荆州新区排水管理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 但在当地他还因为另一个身份而广为人知 这里是大连市荆州新区法律援助中心尹学林工作站 在这里脱下功夫的老尹便身为一名法律服务工作者 接待着来找他寻求法律帮助的群众 像这位大姐一样 大部分人来到法律援助中心找尹学林 都是因为劳动纠纷问题 因为对劳动法相关法律法规了解透彻 尹学林被大家送了个民间劳动法专家的美誉 为了替妻子维权 身为普通工人的尹学林 开始学习劳动法 这次使用法律维权成功 让尹学林尝到了学法用法的好处 也推动他走上来义务帮人维权的道路 他叫邱传李 是大连市荆州新区 近处囤的一个普通农民 也是尹学林曾经帮助打过官司的人 这不就是为了钱打官司 而是为了几口气 这不无法无贴人 国家有劳动法 就这么违背劳动法 老邱原来在大连市一家铸铁公司上班 2008年1月的一天 公司突然向他下达了一个通知 从邱传李一起被辞退的 还有厂里其他的六名职工 他们七个人中 年龄最大的62岁 最小的也已经50岁 都已经超过或者接近退休年龄 而且大多数人 已经在厂里连续工作了30年以上 就这样邱传李和工友们一起走上了依法维权的道路 然而这条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 开始走了七八家律师 就在此时 就在此时 一位媒体记者向他们推荐了尹学林 从2008年初一直到2011年6月 三年多的时间里 本案历经劳动监察 法院一审二审 一直达到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期间 尹学林76次往返奔波于大连市区 信述屯当事人家 以及省城沈阳之间 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2011年6月 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解下 本案当时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邱传李他们七个人 共获得30多万元的经济赔偿 而尹学林自己 正如当初承诺的那样 分文不取 我这个本职工作 就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普通职工 能够为大家违权 能够帮助很多人 我就感觉我活得挺有价值的 为了支持尹学林 更好地帮助困难群众维权 大连市荆州新区司法局 联合荆州新区湾里街道 成立了以尹学林 个人名字命名的 法律援助工作站 让尹学林对困难群体 进行法律援助的路子 走得更加顺畅 老尹从事这项工作 有十多年 具备政府实施的 法律援助的这种意义 那么我们就对它 这种行为进行规范 法律援助就是政府 为需要法律服务 但又经济困难的群众 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它看似小事 就让受助群众 普遍感受到了 法律的公平和温暖 我觉得这个制度 简单的概括 就可以概括为 就是帮助弱者 保持公平 维护正义 与大的尹学林 自学法律成才不同 北京的石福茂律师 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 他每天工作的内容 和尹学林大同小异 就是为需要法律 帮助的困难人群 免费打官司 这天 来自四川的 十几位农民工代表 从石福茂律师的同事 张志友手里 接过了407万人的支票 这是他们被脱欠了 两年多的工资 为了帮助他们 讨过这笔辛苦钱 石福茂和张志友 两位律师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袁成梅和袁成亮 是来自四川省 宜宾市的一对兄弟 多年来 他们走南闯北 在建筑工地上 做木工活 可从2012年开始 已经年纪六旬的老哥俩 却踏上了 让他们身心俱疲的 讨心路 2011年7月 袁成梅兄弟 来到河北省廊坊市的一处建筑工地干活 可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多 两人十一万的工资 却没拿到手 和袁家兄弟 有着一样遭遇的 共有一百一十二名农民工 他们都是一起 从四川出来打工的老乡 一百一十二名农民工 被拖欠的工资总额 达到了四百零七万 没办法 情况下我们找公司 找公司 公司也不理 袁家兄弟 他们四处奔走 但半年多过去了 却毫无结果 最终经人介绍 他们找到了 北京制成农民工法律援助 与研究中心 到我们中心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 往往都是走投无路 觉得这案子很绝望 有很多人是感觉很绝望 才找到我们这来的 由于建筑工程里边 层次分包 里边的具体各个发包关系 很难理清 明知困难重重 但石福茂和同志 毫不犹豫就决定 代理这起案件 13年1月份 我们的棋子到了 廊坊市广阳区区人民法院 近两年的时间里 两名律师 频繁穿梭于北京与廊坊之间 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案子我们到 一审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这个 去廊坊跑了十趟 包括收集证据 包括诉讼 包括双方这个 执政 一审判决呢 是13年 6月左右做出的 一审判决以后 对方又不服务上诉 终于公司 上诉以后呢 二审判决是14年1月份 1月份判决生效以后呢 我们就办理执行手续 执行的话 将近用了半年的时间 当被拖欠的工资款 终于执行到位的时候 两位律师感到了 由衷的欣慰 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 现在有法律援助中心 这样 我就知道这个钱能拉到 绝对相信法律的威脸 相信法律的公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其中第一个主要的目标 是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 这个每个公民 当然也包括那些 处于弱势状态当中的农民公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法律援助其实 就得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引导帮助这些人 依法来维权 据统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二百余万件 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超过一千二百万人次 2014年上半年 全国供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五十一万余件 受援人数达一百二十八万余人次 法律的温暖 让全体人民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学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中央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我们要加强法律制度的发展 那么四中全会这样一个提法 为下一步整个中国法律事业的发展 又注入了一个强大的动力 要让人们都守法 首先就是法律必须是善法 而这种善法 法律援助本身就是这种良法善法的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它要使每个人都得到公平和正义 不管是你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不管你地位高低 你都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跨解矛盾纠纷 传递法律精神 人民调解 让法律阳光谱写和谐乐章 敬请关注平安中国2014 他叫金奇华 是专服四村人民调节委员会主任 今天金奇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是为了解决当下村里群众面临的一个纠纷 原来金奇华今天要解决的这个事情 是专服四村村民和一家农业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 这家农业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 是种植景观植物 2014年初 该公司与专服四村的50户村民达成口头协议 以每亩650元的租金 流转经营村民的700亩土地 双方约定协议为期12年 然而 就在这份协议达成半年多后 问题出现了 700亩土地中 有375亩土地上种植的苗木没有成果 导致农业公司损失了100多万 在这种情况下 为减少损失 农业公司想同村民协商 终止这375亩土地的流转协议 五十户村民中 有一多半不同意终止协议 而且态度坚决 但是当时村民与公司 只是在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 最后闹到了法院 村民即便占理 问题解决起来也会非常麻烦 毕竟他跟老百姓没有正式的流转合同 这是一个口头的学义 并且这个口头的学义 也没有我们村里头任何一个干部在场 无法由第三方给他做证明 于是金契华觉得 最好通过调解来解决这一问题 11月13日傍晚 金契华把当时双方聚在了一起 通过解释 金契华希望大家务实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坚持自己权益的同时也体谅一下农业公司当前的困难 在他的劝说下 村民的态度渐渐松动 有两三家愿意收回土地 但是其他大多数村民对于退地还是不大情愿 这种情况下金契华转过身又做起了公司老板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解 双方终于达成了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 在金契华的主持下 村民和农业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扭转合同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健全社会矛益纠纠纷预防化解机制 加强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 金契华感到非常高兴 从此集成调解感到很振奋 集成调解工作的队伍很庞大 发挥的作用也很大 我们也想借助这个18级四中全会的谨慎 来让上级部门要高度重视我们的 启程的调解工作 把人民调解工作落在实处 突出一个诗字 坚持以案件事来为目标 通过以法调解 以案实划 提审劳百姓 学乎 修法 修法的意思 在我国 除了乡村街道企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还有大批行业性的调解组织 例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等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他们为宣传法律知识 化解矛盾纠纷 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多元化的矛盾纠纷 解决机制 就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是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化解矛盾纠纷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直到全国82万人民调解组织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一千三百七十余万件 调解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化解了行业专业领域矛盾纠纷 一百八十三万余件 在调解矛盾纠纷中 通过贯彻合法合理的原则 使当事人更加清楚地理解 什么是合法的 什么是违法的 使调解的过程成为法治宣传 教育的过程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民调解对于全社会培养群众 自觉地拥护法律权威的 这样的良好氛围 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群众自觉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氛围 正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 也是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的良好社会基础 司法救助温暖困难人群 网格管理营造温馨社区 敬请关注平安中国2014 这天一上班 通到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 就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不久前申请了一笔司法救助金 今天正式批了下来 现在他们马上要把这笔钱 送到申请人吴文荣的手中 这位就是今天这笔司法救助金的申请人吴文荣 吴文荣今年六十岁 因为脑部受过重伤 现在行动非常不便 就连讲话都有很大困难 吴文荣原本身体非常健康 他现在的不幸 源于六年前的一场意外 他是和一个同事在下面散步 下面散步 他们两个还是走在路边边的 吴文荣不知道 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 经过抢救 吴文荣终于保住了性命 但是就在他出院后不久 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 经过医生诊断 确定这是脑部受伤引起的癫痫 需要长期用药加以控制 之前吴文荣的抢救费和住院费 就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十多万的外债 现在又添了这笔花销巨大的药费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个极其沉重的负担 你买过多少箱钱 买了七八箱吧 七八箱 对 一次就是一两万块钱的 通道新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肇事者程某 赔偿吴文荣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78万元 然而 这笔赔偿款却迟迟得不到兑现 为此 吴文荣一家多次到通道县人民法院进行询问 然而 法院的法官对此也十分无奈 首先呢 就是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查询 除了农村的房子 没有什么其他财产 吴文荣一案的这种情况 是目前法院在执行时 经常碰到的一大难题 由于对执行人经济状况较差 没有财产可供法院执行 进而已无法实现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 在这种情况下 考虑到吴文荣一家的实际困难 通道县人民法院为他们申请了司法救助机密 我们司法救助的原则就是 申请人比较困难 未执行人 唯有财产可供执行 这是我们救助的原则 未执行人 唯有能力赔偿他 换于情况下 政府们给他 给适当的改决 但是我们 做了一些 精所能及的事情 换句话说 叫做福利性的服务 福利性的服务 国家先给他 垫上了 或者是给你救助 然后呢 他能够渡过难关 然后再进入正常的法律渠道 能够去解决 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司法救助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相关部门 已经对救助的范围 程序 方式 资金来源等工作 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目的就是将法律的温暖 送到每一位有需求的群种心中 作为我们基层法院 就是要一分谋法 九分落实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关系好 落实好 这个好的制度 让老百姓 真正感受到 司法的温暖和阳光 这些有益的经验 最后还是要 想让它长久持续地下去的话 还是要以立法的形式 给它固定下来 感受到法律的温暖和阳光 人民就会有对法律权威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平安中国的建设目标就会扎实可期 为了这样的目标 全国政法战线都在积极地行动着 在北京市东城区 同样有着一群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的网格管理员 张小桓是北京市东城区清水院社区的一名网格管理员 在社区区委会工作了十多年的他 每天一上班就和同事一起 在社区里走家串户的巡查 董叔叔 董事务 董事务是吧 这咱社区民警 新来的社区民警 张南 最近啊这个年底了 有那个就是诈骗信息的那个 什么电话那个诈骗的那个 你那个别信 如果咱要拿不准的 咱就要不就给我打个电话 要不就咱们给社区民警打个电话 他经常来都是邮局的 包括 有时候法院过来了 我一听这我就给挂了 那肯定是假的 张小桓每天的工作内容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发现社区的隐患 解决居民的难题 出了这家门 社区工作人员又前往另一户居民家中 听说两个老人的家里要重新装修 他们得第一时间过去看看 大概到什么时候能结束施工呀 结束施工啊 这个主体的施工呢 也就是十天左右就可以完 十天左右就可以完 然后就等门了 关上门也不吵人了 对对对 互相理解 对 然后我们就是提醒咱们 就是每一个装修的住户也都是这样 按照那个施工的规定 规定的时间施工 然后注意的事项注意 坐房 坐着就要请 聊天的同时 网格助理员已经把了解到的情况 通过掌上电脑 将这一信息上传到社区 以及街道的信息平台 一方面是记录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及时的把相关的问题 要反映到可以处理它的职能部门 这就是北京市东城区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新模式 每个社区被划分为大小不等的网格 一个网格就是一个管理和服务单元 每个网格都配置了党支部书记 管理员 助理员 督导员 民警 司法力量和消防员七种力量 居民一旦有事 就能通过掌上电脑 上报到信息平台 得到管理部门第一时间的响应 许多像张小环这样的专职服务人员 活动在一个个的网格内 被居民亲切地叫做格杂 如何实现对人的服务和管理的 更加精细化 利用网格这个载体 那么我们就制定了 把在现有社区体制不变的情况下 把每个社区划分成更小的管理和服务单元 就利用这个网格 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快 特别贴心 类似这样的事多了 能够利用我们这个网格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让老百姓在社区能得到幸福感和归属感 这是我最欣慰的事 截至目前 东城区的187个社区被划分成589个网格 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共采集基础数据178万条 记录民情日记341万件 做到了社群民意早知道早化解早回复 把85%的问题解决在了社区网格 我们服务管理创新的中极点 这是目标 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个辖区居民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就是要对我辖区所有的人能够做到服务邻居里 管理无奉行 如何把这些法律 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生活中的法律 把书本上的条文变成行动上中的这种规则 那就是要管到人民群众和全社会 要学法 信法 尊法 用法 是吧 就是要把法不仅是写在纸面上 而变成一种信仰 变成心中的一种追求 变成行为的一种规范 法治梦 平安梦 中国梦 多少年来一直是人民群众最朴素 也最真切的期盼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宏伟蓝图的指引下 在全国政法系统各条战线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扎实努力下 全社会一定能够形成守法光荣 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全体人民也一定会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自觉遵守者 坚定捍卫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